你好 欢迎收看9月18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联就业中心在这个周末假期举行了联合征材活动 吸引了超过600多人到场 其中中高龄超过有四成 而另外超过四成是代业求职民众 第一次寻职还有想转职的民众也有将近两成 花联就业中心表示 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投递履历将近有300人 初步的媒合率超过六成 由北奔署花联就业中心办理的 2023周一波求职区联合征材活动 16日周六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举行 现场吸引超过600多人到场 花联就业中心表示 此次邀请40多家在地厂商参与 提供600多个职缺 其薪超过3万元以上 既有250个 其中薪资超过3万5以上有40个 此次主办单位和主爱之家及中华育幼合作 特别为青少年设计青少年职业求职旅程活动 现场也提供异后专案缺工产业的面试机会 共同为青少年及早进入工作世界 找到自己的职压之路 参与厂商也表示 多顾面试发掘青少年心血加入适合职缺 有助于刺激工作团队提升服务品质 此次真才住宿及餐饮业职缺占近六成 其次批发及零售业约占两成 这次中高龄求职者于四成 于四成是代业求职民众 初次寻职吉祥转职的民众近两成 厂商表示除了高阶职缺需具备专才及经验 其他职缺只要求职者愿意学习 都会愿意提供机会 民众也建议多开观光休闲 及照护服务等职业训练课程 华林就业中心鼓励尚未找到适合的职缺民众 不论是有就业职业规划 职业训练创业等需求 随时可以利用就业中心资源 记得讲帮忙业华林师报导